实验教育有机会让孩子们在有兴趣的领域当中尽情发展 但也不是每一个孩子都适合实验教育 如何判断孩子适不适合进入实验教育 虽然没有办法使用单纯的二分法来归纳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了解各实验体系的理念跟师资 以及孩子的性格去判断适不适合 虽然实验教育是以学生为中心 老师们得要引领着孩子们探索自我 弹性自由就是把双面认 拥有自律能力才可以让自己加分 如何成就自我未来 不只是学生 家长也要陪伴着孩子一路学习 历经一个多月的远距教学 这一天孩子们迎来久违的实体课 跟同学们一起活动经过 好 往我这边跑 跑 超过我 实验机构的孩子们 有体育课 也有专业学科的挑战 那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验证 它是汇聚还是发散光线 为什么啊 为什么不是这样啊 我不是这样 诶 问题很好啊 问题给把它记上去 自然科老师用实验勾出孩子的好奇心 引领学生一步步摸清知识的真相 近几年实验教育蓬勃发展 遍地开花 而这家已经成立8年的实验机构 从小五到高三都是招生范围 虽然有越来越多父母认同实验教育 但校方也曾经遇过家长 选择让孩子回到传统教育 小六升国一的时候 有些家长他觉得好像观察自己的小孩 也许还是适合比较平稳的路 他想要扎扎实实的把体制内的考试的学科都培养好 国三要升到高一的阶段 那这个时候也会 我们学校比较多是可能走出国 或者是他已经非常肯定位 以后走的就是传统的律师医师的路线 这个在大学方面是还没有开放出不选系的 目前台湾的升学制度尤其是大学 对于一项医师律师等专门科系人讲求通才 也就是各科都要优秀 倘若孩子们的未来志愿是这些 追求专才 适性的实验教育 可能就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 有些小孩他可能是学霸型的 他可能个性上是比较循规道具 那我觉得这部分家长还是要必须跟小孩子自己面对面 那当然找专业的协助也是很重要 也就是说我们要理解到小孩他的性格 我们没有说实验教育绝对是完美的最好 只有最适合的路没有最好的路 要让孩子踏上合适的路 家长得先考量自己孩子的性格特质 以及自己与孩子对教育的想像是否一致 尤其实验教育的类型跟内容很多元 可能是静态的艺术课程 或是强调体能挑战的教育 在选择之前一定要做好功课 家长一定要先厘清 就是虽然都叫实验教育 但是每一个实验教育的机构或者是学校 他其实办学的理念以及他的方式都有所不同 所以可能要深入去了解 就是不同的机构或不同的实验学校 他的特定教育理念是什么 传统教育由老师主导学习 知识量大 老师依教材授课能节省教学时间 但容易变成被动学习 自身兴趣及专长可能被埋没 而实验教育提供弹性 自由重视学生特质 有机会走他人一步找到自身所长 但相反的可能导致过度自我中心 再加上部分实验教育体系没有政府补助 一年动辄超过十万的昂贵学费可能造成沉重的负担 家长其实对于实验教育他会有点却步不敢向前 就是因为感觉上家长也是不满意现在的填鸭教育的现况 可是我一旦选择了光谱的最左边 好像就必须放弃我的学历 我的基础学科的能力 实验教育不是百分之百新颖 体制内教育也不是完全一成不变 孩子适合哪一种教育无法用二分法 但如果是已经对未来目标很明确的孩子 也许适合实验教育的适性发展 如果对未来还需要多一些时间去摸索 或许可以在传统教育全方位学习 两者没有绝对的好坏 我们直接把这个国中中学教育拉到高中 就是变成六年一贯的教育 那我们就可以省去中间准备会考的这一年 把这一年准备会考的时间释放出来 这样子孩子就有更多的时间来探索自己的热情 另一方面国内的实验教育目前从幼儿园到高中 还没有出现在大学 当习惯了弹性自由的风气 进入大学可能会不适应体制内的教学 因此有不少家长选择送孩子出国念书 即便如此 实验教育人提供孩子不一样的学习之路 越来越真的有多元的思维 然后愿意去做这个比较新的改变跟尝试 所以我们实验教育其实要提供给 就是说学校给孩子 有一个学习改变的机会 然后学校有一些更多的办学的空间 实验教育为教学环境注入新的想象 但也不能全盘否定了体制内教育 当挂名实验的学校大增 各种教学理念百花齐放 看似多元的荣景下 务必得在深入了解 才能为孩子找到最佳选择